喵 喵 或是你覺得這輩子最恐怖的 這輩子最恐怖的 可能就是結婚吧 那個仙姑就是 有發現她旁邊有跟這個女人 她說只要你 每一次講到這個故事 那個女生就會突然間出現她的消息 講故事真的會換出那個鬼魂 我真的以為是鬼 你把你老婆看成鬼 你現在還好好的在這裡 你老婆真薄欸 好的 今天單元來到仁克來做人家的單元 那我們今天特別又從台北邀請了一位作家 而且他來我們家不只一次 是第二次 你是選人家來很多次是不是 他有點就是嫌無的口氣 狂蹭你們 很愛來做 他就是我們的找鬼記者錯別字 讓我們歡迎錯別字 好鼓掌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賴政凱 其實我是來台南吃東西 順便來上你們節目啦 主要是來吃東西不是來我們節目 順便 對順便 路過剛好看到 我覺得錯別字 雖然你講話感覺 有腔滑掉的 什麼 但是 我以為你在講說我很客氣禮貌 重點 有一個轉折嘛就是但是 其實他很誠懇 他不會硬說他有陰陽眼知道嗎 或者是看到什麼鬼啊 他不會亂講 他在書裡面開中民意就說 我就是沒有陰陽眼 不過 我在採訪過程的確是遇到一些怪事 或是聽到一些別人一些狀況 對對對 集結成策 就把他寫成一本 第二本書 那要不要講一下就是錯別字遇到了幾個比較恐怖的鬼故事 遇到比較 幾個恐怖鬼故事 我講個我最近 聽到的鬼故事 這個我覺得值得分享是因為 至今我分享到現在 聽到的每個人都是倒抽一口氣 包括我當時第一 第一時間聽到我也是 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 來講 好 那個觀眾要心理準備一下 就是這個故事是在發生在我一個 一個中部中心的一個朋友 在台中的中部中心長官 他叫做孟章 我就叫孟章哥 那孟章哥在2006年2007年差不多十幾年前吧 他那時候還是中部中心的攝影記者 好那個時候的中午的時候差不多11點12點左右 他們正在趕我剛剛講的 五間新聞 所以攝影記者就是要因帶找畫面掉資料帶什麼什麼很忙 不過他們的辦公室會有一個 無線電 是 聽消防隊或是警察局的那個 啪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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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哪一條路發生車或什麼他們會聽這樣 突然間他們就聽到說 到了現場之後 孟章哥的文字攝影 就是一個文字拿麥克風的 他叫做老掰 然後他們現場已經有人 三立啊 東森TVBS 都架有機器在直播了 在連線了 所以那個老掰就很緊張 就說 孟章 孟章 你趕快幫我拍這樣 然後孟章哥就嚇到 他就很不爽 因為在現場 盡可能不要講本名 哦 對哦 哦 對有這個禁忌 就不可能 maybe 鬼魂跟你回去之類 對 然後 或是在鬼屋 你也不要這樣講 所以基本上 他就是有這個禁忌 可是 孟章聽到之後就瞪他嘛 就瞪老掰 那老掰就覺得 啊 拍謝 我不是故意的這樣 算了 趕快拍 拍完之後就回去 那這件事情就結束 回去之後呢 孟章哥下了班 他就回家 然後去找他女朋友 騎摩托車接女友 然後回女友家 吃飯聊天幹嘛 然後就自己回家了 然後回到家之後 第二天早上上班 他手機放在桌上 就看到手機 他女友打來 欸 他就覺得不對勁 因為基本上 女朋友不太會上班打來 他就覺得怎麼一早打來 接起來 就問說 怎麼了 然後女朋友就說 你昨天去哪裡 然後他就這樣 我昨天 我昨天送你回家 然後我們吃飯 然後我就回家了 他女朋友說 我是說你昨天去過哪裡 他就覺得不對勁 他就說 我早上有跑一起命案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女朋友就說 那你知道那個女生有跟我回家嗎 他現在就是昨天晚上在我家 他就說他當時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個他就感覺被壓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生黑黑的形體 然後在他前面 然後那女生就慢慢的往前傾 對他對他女友說了一句話 夢章趕快幫我拍 這真的倒抽一口氣 我現在講我都覺得怕 然後他就那個女鬼就是對著他女友說 夢章趕快幫我拍 然後一直重複喔 夢章趕快幫我拍 各位而且是黑黑的 對就是燒焦那個心態 然後就同一句話一直講 就就一直repeat 像收音機收錄的那句話 就感覺那女死者在車廂的時候 他聽到這句話之後 他就截住 然後就是一直repeat 然後那個夢章哥就傻 因為他第一他沒有跟他女友講說 他昨天跑這次的新聞 他更沒有講說他的搭檔老白 有跟他說這件事 你懂嗎所以他都沒有講 然後夢章哥當下也覺得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回家 他遇到這件事他還可以解釋說 反正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我還有精神狀況什麼幻覺 完全沒有是發生在他女友身上 然後他 他把那個女生帶到女友家 因為他第一時間是回女友家 對沒錯他沒有回家 啊對對對重點來 他沒有回家 就我們上一集有討論過 就是你在一個命案現場 或是你去一個比較陰的地方 你要先去另外一個地方去衝散一些部分 結果他直接回家 對他可能沒有去什麼廟啊 對對人多的地方 然後他就他女友就很生氣說 你下班趕快回來處理 然後他就下班去他女友家拿著箱 他女友點好箱 他就在房間 對他也看不到 他就只能對牆壁抱歉說 對不起我只是個小記者 你要找誰你去請你去找警察這樣 然後這件事就結束 欸那個就沒事了 後來呢這起案件就是追到後面呢 七天過後就投七 才知道說原來這名女死者 是在工廠的一個女員工 發生了婚外情跟一個男生 然後他們要分手 可是男生不願意 就在汽車旅館把這女的 然後就丟去後車廂燒掉 那這男的在七天過後呢 也在另外的汽車旅館 好像是也是自焚就結束了 對他其實在中間 有打電話給警方 你來講上自首 但是好像受不了 就最後被發現是他已經在 案件就這樣 對然後還有後續喔 後續是這個孟章哥 就隔了很多年 差不多幾年前吧 他就有去找一個像是 不是仙姑 仙姑 不是仙姑 仙姑 就是出來吃飯聊天 然後那個仙姑就是 有發現他旁邊有跟這個女的 他說只要你每一次講到這個故事 那個女生就會突然間出現 然後再消失 對 都沒有走喔 講故事真的會換出那個鬼魂耶 對我之前在另外一次 反正我之前也是去一個廢墟探險 然後那時候探險的時候呢 我就 我在講一個故事 然後那個故事很精彩 是那個廢墟的旁邊這個牆壁這裡 是貼了一張那個遺書 喔 對 這書好像有收錄的樣子 對對對然後我寫下來 反正我那時候講故事這樣 就覺得我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另外時間就是我們有個隨隊的老師 他就出現在我的門口 他平常是不出來的 我就覺得他幹嘛跑來聽我講故事 好啊講完之後 他就陪著我把東西收一收就回去這樣 因為都是我一個人講嘛 然後回去之後他才說 你剛剛在講故事的時候 他有感覺到 有很多人靠近你那個房間進去 然後 他說平常其實也會 但是他感覺到有一股刺刺不舒服的能量 擦肩而過 他覺得是不友善的靈體過去 所以他還是 你那邊喔 對進去我那房間 他就是一直過去嘛 感覺一直過去 然後發現怎麼有刺刺麻麻 過去之後他就覺得不對勁 他才跟著進去房間裡面看 我覺得他不見得是跟 跟像說你之前講過那個吃奶嘴事件 他是跟嘛 對他就是想跟 那有些時候是卡 卡到的狀況是說 例如你們那個磁場在那個moment 就是剛好對到 就卡到了 那他也不想跟啊 他也不想被你卡回去 好好在家裡打麻將 被卡回去 他就只能跟在你旁邊 所以他半夜不能幹嘛 就只能看著你睡覺 半夜就被嚇醒了 那所以到底半夜要怎麼辦 我今天是認真的問 好認真的問 基本上其實你可以去警察局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去警察去報案 不是你去借個廁所 你可以說進去借個廁所 警察基本上都說 你進去啊反正你沒啥 對可以借個廁所 或者是你就去便利商店 對就是這樣子 稍微明亮人多的地方 稍微待一下 所以警察是比較不會 就是陽氣最重的地方 要這麼說的話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官府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震震 或他可能不會進去 或是怎麼樣之類 記者都會有這個概念 以前會 以前就是基本上 不能在現場亂講話 然後怎麼樣 可是後來像那位孟章哥 他以前是十年前 所以很久了 他就像 他有一次是跑一個命案 就不小心 他穿Air Jordan一帶的鞋子 就踩到一個屍塊 因為他是火車 然後他在拍的時候 沒注意就踩到一個東西 滑了一下 糊糊的他就 阿死啊 那雙鞋就丟了 他就覺得這個 他就以前的記者 對於這個禁忌很那個 但現在的記者 就可能比較開放 他們就比較不會那麼care 那是很多人直呼名字啊 什麼的 也還好好的 你說現在的人都不會去 對 比較啦我覺得 像我之前跑新聞就有遇過 那個 女死者一個女警 她被 殺死車的內輪差 那有蓋白布 有蓋白布 對 但是你稍微看一下 那個行程就出來這樣 然後也有記者在現場 就直接說 因為我們後來有 那女警的照片嘛 就是記者都會開始 報新聞要照片這樣 那看到之後他就說 喔這麼漂亮啊就死了 然後我們現場就是傻眼啊 但是那記者現在還好好的 現在還好 對 那有一件是菜鳥吧 也沒有欸 他跟我同期 但他這個人就是講話就是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他就不信邪啊 才會這樣講啊 可能吧 他可能不信邪或是他就沒想太多 不過他也沒事情 對啊 他也沒事情 所以你說禁忌這種東西 就性責很新 我是覺得就尊重嘛 反正就沒差 那我們現在來請錯別字介紹一下 這本書跟上一本書的最大差別 因為我這樣子初期看起來 我會覺得說 啊不就是一樣的故事嗎 到底差別在哪邊 大對了 其實沒什麼差別 哈哈哈哈 我這本書呢 這本書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節目叫 靈異錯別字 YT啊 打廣告 靈異錯別字 那那時候我就是有一天 我還記得二月 過完年 連假回來 那心情很差 就不想上班 然後那時候坐下來的時候我想說 欸啊我都 都弄快要一百多集了 故事了 那我乾脆把它結集成策好了 我就跟我的經紀人講這件事 經紀人就很free 他就說好啊可以啊 就幫我找出版社 這件事就搭上了 我覺得比較大的差別 還是有就是 這故事裡面 他是真人真事 這不用講嘛 再來就是他有很多是主播 就是你平常看的主播 或者是記者 他們所發生的故事 他把它講出來 你可能平常就沒聽到 二來就是有一些故事 是有延續性的 像這篇故事的第一則 其實我在上一本就講過 但是因為我常常在 一些地方講鬼故事 有一些聽眾聽到 都覺得欸 你這故事怎麼跟我自己 因為他當事人 就住在基隆暖暖 怎麼跟我當時住的 遇到的一個女生 跟你講的那個女鬼 這麼的像 他就把他故事講完 你就發現 你當初的故事的 那個整體性 就更完整 了解 對其實我覺得第二本書 有一點點這些的特色在 有沒有選一則 你覺得 印象最深刻 還是值得跟觀眾跟聽眾 分享的 我 我講另外一個好 我之前有參加一個團隊 叫夜如喜姑 他反正就找鬼的一個網路團隊 那那時候去的時候是 我記得是兩個禮拜 就是每一個月 或者兩個禮拜的舞 就是隔週五 我下了半週 我還會跟他們去找鬼 一早就找到天亮 所以基本上的工作 就很累很累 可是就是你的經驗很多 那我這則故事是 我忘記幾年了 應該有三年前吧 還兩年前 我那時候去了一個很荒郊野嶺的地方 然後那個荒郊野嶺的地方呢 就是 我們去的時候要經過一個山路 這次上去之後呢 然後到那個地方 他就有很多廢棄的 那個算豪宅 我就怎麼這麼多廢棄豪宅 至少我一眼看就有三四間 然後再走上去還有一排這樣 然後那個地方很荒涼 荒涼到時候 我們那時候先派第一組的女主持人 先去另外一棟拍攝 我們其他人就蹲在外面 然後那時候就有很多蚊子 我生平中第一次看到 螢火蟲是在那個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有多大自然 因為就是螢火蟲必須生長在 完全沒有污染的環境 對 你就看到一閃一面 然後我們還說啊鬼火 然後哈哈是螢火蟲嗎 就看到螢火蟲 但是知道那個地方 然後有很多蚊子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拍完之後換我去 我就去到那個地方 我一進去之後我就覺得那個豪宅很怪 他進去的前門呢 他就是一進去有一個很長的桌子 很長 然後桌子到那邊之後 再上去有個樓中樓的概念 感覺好像上面可以站一個人 就感覺是我覺得 那個地方好像是給司機 或是保鏢隨後坐在那裡等的 上去之後可能就是老闆 或是他們老婆坐在那邊的那個會議室 然後再上去還有一個三樓 它的設計是這樣 然後上面掛了很多的匾額 全都是政治人物的匾額 然後有一些你看到的名字就是 喔我爸爸那代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確是有大有來頭 對 曾經有很輝煌的一個經驗 那進去出路的人 絕對不是那個普通的凡人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在那邊做探險 一樓逛完 然後二樓的樓中樓 然後三樓這樣 然後那時候逛完逛四樓是頂樓 就上不去 然後門鐵面推不開 然後那時候我在採訪的時候 直播的時候我就開始看 其實那個時候過程很不舒服的是 它裡面有很多的人像 就是很多人的畫照片 還有那個畫的照片 就很久以前 然後你的辦公室裡面都是很多 你就知道這應該是以前政治人物的招待所 然後那時候我到三樓的時候 對一二三三樓的時候 我在那邊找東西的時候 就聽到上面頂樓的東西 啵啵啵啵啵啵的跑過去 然後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啊會不會是貓還是狗 然後我們就上去頂樓 然後就推那個門推不開嘛 然後都是草叢 我想說欸奇怪 後來我再到三樓去找的時候 它就聽到啵啵啵啵啵 然後我就第二次聽就更仔細嘛 你就發現 好像不是四隻腳的動物 感覺是人的腳在跑 兩個腳的 對然後我就在想說可能會不會是風啊 什麼石頭啊在滾啊幹嘛 但是我跟你講恐怖的是 你當時聽到異音的時候你不會害怕 你會去合理的邏輯思考解釋是什麼 你在分析事情 對但是當你發現 你沒想一個被一一刪掉的時候 最後的答案 就是可能那是鬼了 喔了解 你就會整個瞬間都矛起來 因為你已經沒有任何可以解釋的地方 就是那個就是 小孩子的腳步聲 你可以分得出來 然後他的腳步聲不是 像人走路 大人走路是砰 那個間距很大 聲音不會那麼碎 但你可以聽到小朋友在追東西 這樣啵啵啵啵啵啵啵 在上面追 可是上面不可能會有人你知道嗎 其實我了解 因為我做過街友服務的社工 因為街友的確會佔據一些 就是廢棄的 對空污這樣 可是你說 他是小孩子腳步聲 因為小孩子腳步聲跟大人腳步聲 我們分得出來 對 小孩子沒有在做街友的啦 對這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社會福利沒有到那種地步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聽了就很毛 而且那個在上面是 那個是草很高沒有人在上面 你不可能街友在上面跑小碎步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後來聽到之後 你整個毛起來之後 你就往下 我就趕快往下走 我就不敢在那邊了 我就大概知道是那邊有什麼狀況 好恐怖喔 但只有聲音就這麼可怕 對 我真的看到還得了 我應該當場哭出來 我其實很怕鬼 我應該會哭出來 你是真的怕鬼 我怕鬼啊 但很奇怪喔 但我就是寫這個的 對啊這樣很矛盾 我看鬼故事 我會寫鬼故事 但是我不敢看鬼片 所以我看揍我很折磨 我覺得這我也是跟我很像 對啊 明明沒有陰陽眼 但是又很喜歡探究這些事情 然後又 膽子又有點小這樣 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我前幾天 我從我娘家回來 然後因為他有時候就是 會趁我回娘家的時候去洗澡 所以我只要進房間的時候 吹風機不是都很大聲嗎 他是背著我 就是背著門吹頭髮 然後照著鏡子在吹這樣 然後我想說 我已經出聲音 我有叫他名字 所以他應該知道我回來了 他沒有出聲音啦 他是默默的出現在鏡子裡面 沒有 我就這樣靠近他 沒有啦 就這樣 就是用鏡子跟他打招呼這樣 他整個大叫欸 他以為是 一個鬼 我說你不是像一個鬼嗎 我嚇到心臟痛你知道嗎 就是嚇到一個程度 心會腳痛 我是嚇到那種程度 我真的以為是鬼 你把你老婆看成鬼 你現在還好好的在這裡 你老婆真薄欸 不是 而且我必須說 因為我們可能相處久了 會有一點夫妻臉 你知道嗎 我覺得那個 一開始看到那個女生 好像有點像我 所以我 朦朦之間覺得是我 因為我在照鏡子嘛 因為我在吹頭髮嘛 我覺得那個是我 但是不對啊 怎麼頭髮好像比我長一些 再定眼一看 是女生啊 嚇死了 我就 我就 嚇到 然後蹲下來 摸著我心臟 我知道我老婆 那時候瞬間就 明白說 是我老婆回家 從娘家回來了 沒事情 但是 我已經嚇到 你心臟 對對對 嚇到心痛 所以我跟你講人比鬼可怕 好 那我們最後還是讓 呃 錯別字自己再介紹一下 這本的特色 然後我們會有證書活動 所以 請錯別字 告訴一下 各位 對 而且你抬頭寫說 鬼不恐怖 恐怖的是人心 欸真的欸 真的啊 因為其實你看下來 就是有時候 社會新聞我也跑過嘛 是 民俗線我也跑過 你就跑下來發現 有時候真的人比較可怕 這真的是人 因為你會覺得說 這個有時候為了 貪嗔痴或是利益的部分 真的就是 會做出一些你難以置信 那我這本書 其實基本上就是 結集我過去 《靈異錯別字》100集 裡面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不錯 那裡面有主播 有我自己遇到的 聽到的 有一些網友投稿的 然後大量的內容 去做一個 結集成策 那我有兩本 就是送給DK 謝謝 D嫂 那他們就是可以拿來 送給粉絲 對抽獎 在IG我會再辦一個 抽獎的帖文 喔好 那如果你們希望 在IG看到就說 希望 那個 DK給我去鬼屋的話 你就在上面打 希望DK去鬼屋 然後我們就 抽這關鍵字 然後就去 抽兩位 你這個不是挖洞給我跳 是挖洞給他跳 OK 如果真的對這本書 有興趣的話 他真的是把所有的精華 集結在裡面啦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是DK 我是低嫂 我是抽別症 來政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實你算是又高又帥 不要這樣 嘴巴油了一點 這個人跟我一樣 我就喜歡上老師的節目 他真的很油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食會員千千 我是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 我是吳子 Hummy Video 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 14天搶先看 恰恰 胡家喜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Fuck me Fuck me 她們 你都爛人嗎 她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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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